创意比赛尽在云通 欢迎收看财经之国 今天台股成交量830而已 下跌14点 受到美股昨天川普的事件的影响 美国大跌台股也跟着联动走跌 但是最后台股留下了下影线 各位回来看 这根下影线很重要 最后台股留下一根相当长的下影线 简单说多方出现了抵抗线 但是上面也有缺口 而下有多方抵抗线 上有缺口 所以它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第一个区间不变 它区间没有改变 如果今天下沙是取量 假设今天走跌下沙取量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时候 多方在趋势格局里面 你看多方趋势格局里面 这一天的下沙取量1000亿 它都还能够突破 现在告诉你说今天下沙取量吗 只有830而已 受到美股大跌影响 台股成交量只会量缩 而且没有引起所谓恐慌性脉压 那不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里是多方未变区间整理 这几天我就再提醒 台股这几天 纵使美股没大跌 今天台股没有受影响下跌 台股也是一样 会跟韩国一样 陷入这个区间震荡整理 因为我跟各位讲过 4月25号 韩国越过前波的高点 还有台股相对万点之后 它一定要陷入一个什么 区间4到5天的整理 那台股现在它是更是验证一件事情 它要陷入区间的整理 因为今天你可以看到 受到美股的下跌的影响 不仅没有带量下沙 美国大跌台股 不仅没有带量下沙 如果今天台股带量下沙的话 那就代表反压成型了 接下来可能就要再做一次 多方比较深的拉回 但是我们看到量决定一切 量决定方向 今天的量只有830而已 就是说今天的量只有830而已 下沙有没有量 没有量 那我问各位 下沙没量何惧只有 这跟上涨一样 上涨没有量 你就不要去追 因为上涨没有量 就代表什么 量能不出 涨势有限嘛 一样你下跌的时候 受美国大跌 它量有没有全面杀出 各位你去看它量有没有杀出来 第一个量没有出来 那量没有出来的话 我们拉回我们都视之为什么 获利回吐 那拉回它不是一个趋势的改变 因为美国的大跌没有引起恐慌性大量的卖压 我们都视之为多方不变获利回吐的讯号 这里都是多方不变 区间震荡的格局 第二个你回来看 台湾50 我讲过台湾50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这一根大量 台湾50这一根大量 我把它缩小给各位看 这个是相当大量 有没有看到在这里 它出现了一个大量 这里底部开始上涨一个大量以来 最大量在这里出现了 那这个量没有跌破之前 我跟各位讲过 这个台湾50第一点75块钱 没有被灌破之前 何惧之有趋势没有改变 就是说它没有被灌破 它就没有什么风险 只要这个地方没有灌破 台湾50我们讲说 登泰山而小天下 关台湾50而知法人脚步 只要75块钱台湾50没有被灌破之前 代表法人看多不变 第三个 明天收周线 明天要收周线了 你回来看一下 这是周线 周线告诉你一件事情 它就是什么 量有没有背离 它量有没有大量减少 或大量出来以后 出现一个长十指线 没有 它还是上有上引线 下有下引线 十指多空 量价没有背离的中极线 所以代表它趋势周线有没有改变 周线 日线看短线 周线看中线 那周线就没有改变 周线没有改变 代表趋势不变 那趋势不变以后 你回到日线 它就是告诉你多方控盘嘛 因为台湾50 它有跌破这一个点吗 75块吗 法人有转空吗 法人没有转空 大盘的走势 有转跌吗 也没有 留下了多方的下引线 量能不出 没有受美国的影响 在这里大跌 都没有 那没有的定义 就是说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趋势不变 区间整理格局 在这里轮动轮涨也好 在这里区间震荡也好 但是它震荡的越久 你只要记好一件事情 震荡的越久 它转折力道一定越大 因为在这里台股 在这陷入区间震荡的时候 你去周线看嘛 它是三周 震荡的越久 它转折力道就越大 这一定的震荡越久 它转折力道就越大 所以既然如此的话 强势股只要趋势未变 强势股拉回 你还是要站在多方 第二个 第三个 各位回来看一下 韩国今天 它是不是如此 我们跟韩国联动最近 春江水暖压先知 你去看韩国的走势 你看韩国是不是如此 它是不是一样 开低以后 下来以后 最后它还是拉上去了 你再看它的K线 它有改变吗 它是不是跟台股一样 这个叫多方控盘 我跟各位讲 韩国什么时候会转为空方 最少这一根的低点 2,244点跌破 多方控盘失败 那才会转空 只要2,244点 2,244点 韩国没有灌破 那它就没有转空的什么 风向球 那既然没有转空的话 那就代表它还在多方的控盘 没有转空之前 当然你不要随意在这里做空 这几天我讲过 指数就区间震荡 今天指数下跌的时候 你去追空 它你一定要付出代价 因为它是多方控盘 我们讲说多方控盘的定义是什么 容易流出下影线 空方控盘定义是什么 容易流出上影线 所以你看 只要是多方控盘的话 它都容易留下什么 下影线 看到没 它容易留下下影线 那多方控盘 它都会去多方去抵抗 都留下下影线 但是空方控盘的时候 你也知道 一定都容易这样 流出上影线 那流出上影线来讲 就告诉你空方未变 流出下影线 它就告诉你多方未变 所以格局有没有改变 重点是周线没有改变 日线还是一样 沙盘不出量 那代表更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多方趋势不变 那既然多方趋势不变 台股要先入整理 指数 第一个先想好操作上 指数啊 几跌啊 站在多方啊 你只是因为川普的事件 让短线的震荡 可能第一个会比较大 第二个涨跌无序 但是说我跟各位讲过 指数该出手的时候你出手 不该出手的时候你光旺 之前王老师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5月11号的时候 对不对 获利47点 对不对 5月13号的时候 61点 就该出手的时候你出手 还没有到出手的时候啊 因为受川普事件影响的时候 他震荡 让他震荡 找出技术的形态 让他震荡 震荡以后你再进场 因为我讲过 这次拉回啊 不会太深 你看韩国 他就是多方控盘 相当明显 你看到没 韩国啊 第一个 这是日线 在多方控盘 第二个 你看韩国周线 他是不是都还在多方控盘 没有改变 不要去担心美国大跌啊 美国的道琼啊 NASDA 废办啊 早就创过历史的新高点 对不对 你去看一下美国的道琼 或NASDA 美国的NASDA 你去看好 我用月线给各位看 我用月线给各位看 美国的月线 他告诉你 NASDA 他早就创了新高点 历史的高点 对不对 美国的废办 他也告诉你 他又来到了相对的高点 包括啊 到这个南韩 有没有看到 都创了什么 历史的高点 有没有看到 月线啊 南韩月线 都创了历史的高点 我试问 台国高点 台国高点看到没 台国高点还在这里啊 12682啊 韩国是不是创了历史的高点 对不对 NASDA也是啊 创了历史的高点啊 各位 道琼也是啊 创了历史的高点啊 台国创了历史的高点 没有 那台国没有创历史的高点 美股在涨的时候 台股没涨 那台股美股在跌的时候 台股就不会跟着他联动 你现在只要特别注意 就是在于韩国 我跟各位讲过 韩国是相对的联动密切 所以你只要回来去 特别关心一下韩国 他有没有变盘的征兆 没有 他就是在多方控盘 你看他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天整理 明天是第八天 那今天K线收红有利于明天第八天 多方持续在转折在向上 就是说他整个格局来看的话 有没有破坏 没有破坏 只是好的股票 他涨多一定会拉回 就像王老师跟各位分析可诚一样 可诚今天他有没有在震荡 他是不是还在高档震荡 他还是在震荡整理 他整理需不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你再回来看他的周线 他现在在大量这里震荡整理 还是多方格局 只是因为这一根留下了上引线 所以他必须要整理 所以当初我跟各位讲过 来到高点的时候先退场 对不对 可诚当初在5月9号的时候 330.5的时候先退场 为什么 因为量过大 量过大以后你先退场 退场以后 你就发现了 他就要整理 那整理是个坏事 我说过不是坏事 为什么 因为我讲过 百元是一个整数关卡 当越过300块钱的时候 拉回300块钱就容易变支撑 拉回300块钱就容易变支撑 所以他跌是好事还是坏事 各位去思考 就等待他拉回嘛 到300 我们讲说 就好像万点是一个关卡 9000点是一个关卡 股价也是一样 100块是一个关卡 200块是一个关卡 300块是一个关卡 越过以后反压就会变支撑 所以可曾你看到他越过以后 他是反压以后300块钱 就容易变支撑 那你就等待他什么 止跌嘛 当他止跌讯号的时候 你再进场嘛 来到高点的时候 你就先想退场 就像当初的互动一样嘛 50.5进场嘛 72.5出场 一张赚22块钱 现在一样嘛 你互动你去看 他是不是拉回来了 他是不是拉回来 他是不是拉回来 拉回来在做什么 在整理嘛 整理现在他得到止跌了没 各位你去看一下 他现在已经是没有量 没有量就代表什么 他再跌的空间怎样 有限了嘛 他再跌的空间有限 因为他来到哪里 51.9这个区间的突破线 所以他现在是在做止跌 止跌完毕后 随时会一根大涨 但是现在买的找不如买巧 你现在进场 他没有量 还要整理 还要折磨人家 那就等待嘛 等待他折磨完毕的时候啊 东风起战股 那个讯号出现的时候 你再进场嘛 因为他回到了什么 突破线 其实很多个股都是如此 有的是高档高姿态 强势整理 有的是区间震荡 区间震荡 现在很多个股啊 强势股也好 现在很多强势股啊 在这里 第一个区间震荡 第二个是拉回 整理完毕以后再攻 在这里区间震荡 你就等待他整理完毕以后 你进场 在这里一样嘛 有一些强势股 就像可乘 像拉回嘛 拉回了你就准备进场 包括3413的金顶也是一样嘛 它是不是一样 还是相对强势嘛 对不对 它还是强势 但是这种股价 它一定还要整理 这拉回的空间有限 如果拉回的时候 止跌 或者转强的时候 你都应该要进场 因为我讲过 像这种都是强多格局 有多方啊 大量做支撑 有没有看到 这个大量多方做支撑 跟加折一样嘛 昨天举例嘛 跟加折一样 有大量做支撑 所以这种股价的话 你要它跌真的很难 但是如果有跌的话 就是上天送来的礼物 这个时候 你就要积极去找买点 好 先进端广告以后 我们再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启发投股用最细腻的心思 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 稳定的投资控管 涨势做多 跌势做空 灵活的资金运用 顺势多空 双向操作 带领您避开风险 追求最高绩效 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 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 启发投股 022389 5489 2389 5489 启发投股盘中收费语音 0204 58966 0204 58966 古海茫茫 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 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投股 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投股 022389 5489 2389 548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耳排气密床 快报快报 105年1月1日起 公用事业导入电子发票 如水费 电费 瓦斯费 电信费等 将开立无实体电子发票 您不仅可透过账单上的载缺号码 上网查询发票资讯 如有中奖 公用事业也会主动通知您中奖讯息哦 而中奖人只要凭载缺号码 到超商列印电子发票证明连 就可自由区电领奖金哦 特报员小泰 祝您逊应中奖奖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当然个股表现一定要记得强者横强 在整个大盘里面强者横强 所以强势股拉回不用去恐惧 强势股拉回要去找买点 第二个是什么 弱势股转强 有些弱势股转强啊 一定要看有没有量 它转折带不带量 如果转折不带量 那你就不要随意的进场 之前我老师举例 你去看当初啦 这些在转折的时候 你去看一下 来 我们回来看硕和 当初我跟各位举例过 对不对 硕和这一天的时候 转折有没有带量 你看一下 感觉量很大对不对 感觉它量出量很大对不对 但是我跟各位讲 那时候我用周线给各位分析 那时候就是在这一周 我说过周线来讲的话 这一周啊 它在这一天 你去看它 这个是4月27号 它大量长红 那时候我王老师在电视上 跟各位讲 大量长红4月27号 4月27号就是这一周 它量 这个多方量 有没有空方量大 你去看 它有没有越过空方架 有没有越过 没有 空方量比空方架小 架也没有越过空方架 那这怎么叫转折 就没有转折 所以你要找日周线 如果是它跌得很深 真的转折出现的话 它日周线一定会同步翻多 各位你回来看一下 我举例给各位看 比如说凯胜 凯胜这几天啊 它长了 是不是看到没 它连续4天长了凯胜 那你就回来看它周线 周线对不对 你就看它周线嘛 那你就发现说 周线也是什么 也是量出了 对 左脚右脚 它左脚右脚已经出现 而且右脚的量 比左脚的量还大 右脚的量比左脚的量还大 那就代表它的涨幅 会比左脚涨幅还大 那这边的高点就会被这样 会突破 因为右脚量大于左脚量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量转折够大 有没有看到 今天才礼拜四哦 你看礼拜四 191块钱这一波下来 这里是最大的周量 也就是说右脚量 它大于左脚量之下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它会转折向上 那它会转折向上的话 这种股票的话 有拉回都要早买点 因为它日周线翻多 而且右脚量比左脚量 来得大 所以你第一个要先去看 它转折有没有量 跌升的个股转折有没有量 如果有量 那你就站在多方 日周线同步翻多 如果转折没量 就像刚刚举例的缩合一样 它转折没量 你就不要随意进场 因为转折没量的时候 很多个股它转折没有量 你去买它的话 都会相对的讲弱势 各位你回来看 郁金在这一天 它转折是不是也是一样 相当的强 涨停板嘛 带量做涨停 但是第一个 它的趋势是空方趋势 空方趋势以后 日线翻多 日线翻多 你再回来看周线 周线有翻多吗 各位周线有翻多吗 周线的量够吗 各位 上面它是空方趋势 周线的转折量够吗 我们讲说 一日判转折 三日定多空 周线也是要三周 一周 两周 三周 那三周的高点要越过 一周 两周 三周 从当周开始算 一周 两周 三周 一日判转折 三日定多空 周线也是一样 三周 它就定趋势 所以它这个趋势 如果越过的话 那当然它就 开始多方格局 你就可以进场 但是这个转折 有没有越过这里 没有 而且这里有三根空方 大量在这里 这里 多方量 跟空方量 不足以比较 这有三根空方量 第二个 多方转折量的时候 三周 没有过三周的高点 没有过高点 那周线 有没有多空异位 没有 那没有多空异位的话 它日周线 有没有同步贩多 没有 那没有话 你进场 当然就容易这样 受伤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转折 没有形成多方的格局 所以你要去找一些强势股 各位 你今天看得到 上贵股票 今天虽然跌了44点 但是上贵股票 也有12家 小型的上贵股票 在这里 强势走涨 有些股票 它就是高档 高姿态 强势整理 比如说 铅儒 它就是高档 高姿态 强势整理 只是整理的时间 要很久 整理要多久 它不就这一个形态吗 上来以后 整理 整理完毕 要多久 不知道 有可能一个月 有可能两个月 有可能三个月 会攻击 所以你就特别注意 它什么时候 第一波完毕 整理 整理完毕的时候 哪一天 它带量过前高的时候 带量过这个高点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说 它真的要发动什么 要发动这个公式 但是现在开始没有 还没有 就好像个股一样 你去看 德伟是不是如此 它是不是如此 它现在是不是高档 高姿态 也是在强势整理 整理的结果是什么 跟这个现行是一样 它整理 整理完毕以后 它才有可能什么 去发动公式 所以有些股票 它是走这个形态 就刚才我举例的 它在整理这个形态 要整理多久 时间还没到 时间到 温度到 它就像鲍玉米花理论 所以它就相对 高档高姿态 强势整理 包括刚才的 鲜如也是一样 它就是高档 高姿态 强势整理 你就等待它 突破的讯号 第二种是什么 就是拉回 它会有拉回 但拉回啊 强势谷啊 偶尔讲过 强势谷拉回 绝对不会太深 有些拉回 各位你去看 像这个互动 它是不是拉回 长上去以后 它做拉回 它是长上去以后 它做拉回 拉回以后 它现在就是 回到了突破线 这一根 有没有看到 这一根K线 它现在就是 守在这一根K线 在哪 没有量了 在整理 没有量 整理到最后的时候 有一天它一定会突然 东风起 占股了 这个时候 你再进场 他说 现在要学的是什么 我跟各位讲 现在就是 众里寻他千百度 台股进入区间震荡 很多个股 也是陷入区间震荡 或者是 涨多的强势谷 在做拉回 那你现在要的是什么 要的就是 春重一粒数 秋色万克 你现在要的就是 等待 等待什么 新的强势股 出现的时候 你站在多方 所以好的强势股 拉回 何所拒 就像我跟各位讲 你互动 现在拉回来 对不对 当初来到75.5 最高的时候 来到75.5 那时候王老师 跟各位讲过 在72.5 最高 是75.5 王老师在72.5的时候 先出场 那现在拉回来 不就是另外一次的机会了吗 所以强势股拉回 没有什么可据的 就像这几天 王老师跟各位分析 你看这个 来你回来看 像和泰车一样 对不对 和泰车 这一根已经突破了 突破了什么 一高点 二高点了 对不对 那它现在在什么 也是在这里区间震荡 受大盘影响 它整理 整理有一天 它一定又带量 又要再攻击 所以 这里要整理完毕的时候 要整理多久 不知道 它有可能整理几天 两天三天 也有可能整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你要等待什么 这些强势股 你都要把它列为追踪关键 把它锁定以后 去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时间 等待温度 它到了时候 它就随时会这样 会挤拉 只是 好的股票 它的成长过程里面 一定是这样 缓步 区间折磨 刚才讲过 不是在这里折磨你 就是在这里甩叫 但是弱势股 你就不要去碰它了 有些个股 还是相当的弱势 比如说双红 这些都还在空方格局 有没有看到 它整个都在空方格局里面 这里套的牢量太大了 这个往下跌 都没有止跌讯号 而且有大量在上面 这些个股 你都不要去碰它 像这些个股 有没有看到 它都是空方格局 它完全没有多方的形态 完全都还在空方的格局 像这种 它都没有什么 转折什么 出现 没有转折出现 就不要随意进场去碰它 因为你随意进场去碰它的话 这些都是相对弱势 因为它我们讲过 转折量 一定要像这一支一样 出现了大量的转折 有没有看到 它连续的量出 价涨 K线 收红 这个叫量价 其阳 日线 第二个 周线 你回到周线去看 它周线也大量 那这样这种股票 日周线翻多才可以进场 如果因为 你可以看到 凯胜它是个空方格局 它也是空方格局 对不对 一路空方格局 但是空方格局 现在出现了什么 多方的讯号 周线它出现了什么 双脚的讯号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过 双底的讯号 像这种股票 跌升空方格局 真的出现日周翻多 你就可以进场 现在台股短线 一定是整理 整理的时候 就是机会 机会是什么 等待 第一个 强势股拉回 站在多方 第二个 等待跌升的个股 在这里做 报复性的强谈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汪老师欢迎你 来电咨询 最后祝各位操盘顺利 以往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引估 三 稳住抓住桌脚 更多防灾 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 启发投雇用最细腻的心思 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 稳定的投资通管 涨势做多 跌势做空 灵活的资金运用 顺势多空 双向操作 带领您避开风险 追求最高奇效 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 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 启发投雇02-2389-5489 2389-5489 启发投雇盘中收费语音 0204-58966 0204-58966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投雇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投雇 02-2389-5489 2389-5489 玩人很环保吗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 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策 你看这个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 讲究号